你有加入這個選測會 但是黨那個都不一樣的聲音 你不想要問自己講一下其實你加入這個運作會帶給黨什麼樣不一樣的改變嗎 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想問一下就是那個民調的民調出來就是國民黨的那個好感度是最低的 然後很眼睛就最高 這樣會不會影響到2012年的年底選擇 會不會自己很高興 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沒有 朱主席說國民黨是內鬥黨的認同嗎 各位好朋友還有其他問題嗎 郭主席也有說2020 如果現場2020的話他就反對 那你怎麼看 好 這段期間的紛擾 我想今天很重要能夠來跟大家做一個關鍵事實的一個說明 這段時間 民進黨的憂慮 當傅困奇加入國民黨中央選擇會之後 民進黨用排山倒海的力量 出動1450所有的名嘴來攻擊 我可以深刻的感覺到民進黨的恐懼 因為九合一大選 國民黨已經開始起步 我們對於今年11月26號的選舉 我們是有信心的 當然 黨內會有各種的聲音 一個民主的國家我們都選擇包容 對於黨內我概括承受 對於民進黨的攻擊 我一堅承擔 畢竟 傅困奇 在中國國民黨 執政的時候 二十年來 我從來沒有 去分享過國民黨執政的果實 亦或是黨產的照顧 我是在 二零一六 二零二零 國民黨大敗的此時此刻 來加入國民黨 讓最了解民進黨的傅昆奇 在危機存亡的此刻 來協助國民黨 畢竟 中華民國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這個國家健全的發展 必須要有勢力均衡的兩大政黨 才是全民之福 我們更要在2024 迎回中華民國守住台灣 來創造和平 這個才是對全民之福 也是傅昆奇加入國民黨的初衷 在此時此刻 國民黨交付的重責大任 有人選擇跳船 但是我選擇同船一命 畢竟這是對國家 對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一個責任 我們必須要去承擔 我想這段時間 有這麼多的 各界的指導 傅昆奇要再次的表達 對所有黨內的這些指導 我欣然接受 對於民進黨鋪天蓋地的攻擊 我深刻了解民進黨的恐懼 因為我最了解民進黨 我想今年 國民黨會有不一樣的選戰 傅昆奇到高雄台南 深刻的感覺到基層 非常非常地熱情 希望我們來收復高雄 我想我們深具信心 對於今年九合一的選舉 我在這裡要正式地 提醒民進黨 不論現在如何見風插針 在今年年底 民進黨要面對的 是一個團結的國民黨 我們一定會團結一心 來全力對抗民進黨 這個壓霸的政權 會讓台灣人民 真正享受到民主自由 因為有均衡的政黨 均衡的力量 才能夠以民為本 任何的犧牲 復昆奇都可以承擔 只要台灣社會 能夠導入正軌 朝野必須是 要均衡的力量 九合一大選 我竟然願意承擔責任 我也不怕任何的挑戰跟犧牲 我一定要完成使命 讓今年的九合一 國民黨能夠得到最終的勝利 主持人主 我們今天全社會 國民黨聽說一開始 在台北的時候 都有動機要把他們納入 但現在就是說他們 對外都沒有批評 掌勢 今天重要的是 如何讓國民黨贏 我想內部所有的事務 我們都是一個義務職 都是當義工來服務 根本不會在乎什麼樣的一個稱呼 今天大家要救國民黨 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勝利欄 沒有其他的欄 只有勝利欄 贏才是唯一的目標 在民進黨內 我們看到陳明文 柯建民 黃成國 洪耀福 他們讓民進黨完成了霸業 我想 未來的國民黨一定是非常的團結 我想在過程中會有些陣痛 沒有關係 對夫婚旗的任何指證 我一肩挑 概括承受 但是對於民進黨 鋪天蓋地 用府院黨最高的規格 來招待夫婚旗 我可以深深的感受到民進黨的恐懼 因為今年九合一 我們會努力團結 贏得最後的勝利 問您剛剛講到的是要幫國民黨 甚至2024要拿回來 有沒有可能您也是出戰2024的 傅崑旗已經講過了 我從來沒有去分享過國民黨執政 的果實 亦或是黨產的協助 一路走來 傅崑旗就是支持國民黨深藍 此時此刻 只有淫灰政權 傅崑旗熟弱台灣各個縣市 我了解要怎麼樣跟民進黨 來拼選戰 既然是一個協調浮選的人 自然本人就不會下場 所以對於任何 希望分化國民黨的言論 我們可以感受到 因為對傅崑旗的恐懼 所以我們要去 我想我會更加的努力 一定要讓藍天重現 這是我的責任跟目標 讓中華民國贏 讓台灣贏 讓2300萬人都要贏 國民黨 只有勝利藍 沒有其他的顏色 我想這個事情 黨有黨的遊戲規則 一切照相關的規則下去走 我想重點一個民主的政黨 一個民主的政黨 民進黨 不管是新潮流 鷹派 海派正國會 都是公然掛牌 但是在國民黨 只有一種聲音 也必須只有一種聲音 就是勝利藍的聲音 我想其他對於國民黨內部的分化 我們一切到此為止 我們回歸 好好回歸 訴諸爭取人民的選票 把自己能為台灣做什麼 能夠創造多少繁榮 和平 復俗 而不是撕裂台灣 紛爭鬥爭 我想這才是人民需要的 台灣人民要的不多 就是要安居樂業 我想這是我們全力以赴的目標 讓台灣所有的台灣人 能夠贏得大選 贏回我們的國家 贏回我們安定附屬 和平的台灣 好不好 謝謝 謝謝